第24次黑客松,這次黑客松叫做洞神黑客松 聽起來就會覺得很冷,剛剛今天天氣也變冷了 Ginney V的這個黑客松的名字是依照台灣戰後的這個歷史重大時間 所以持續下來到這個時候大概是1989年、1990年左右 所以就是洞神 總之呢,我們現在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就會是專案提案的時間 我們今天提案的專案好像蠻多的,所以要給大家好好時間 好,那剛才小伯已經有講到今天的這個時候因為網路怪怪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Mac的話,盡量要用一個跳出來的視窗登錄進去 那Windows的話目前還會怎麼辦 所以等下跟旁邊的一件 還是問旁邊的什麼 OK 好,那所以今天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待會就會每一個人有3分鐘的時間剪號 那今天可能有15組以上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會讓所有人 就是用三個關鍵字自我介紹 然後讓大家知道 欸今天來這邊的人大概有什麼樣的背景 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協助 那接下來就會有很多這個實務出現 那下午的時間我們會有一個短講 那短講之前呢 我們會有一條龍寶友團 就是如果你今天沒有加入任何專案的話 那我們會就是應該是由小班來帶領大家 就是去訪問每一個專案 欸我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希望我們接下來做什麼事 那也讓比較晚來的人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專案 好,那到傍晚5點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成果報告了 所以如果你有開坑的話 請記得在那個下午的時候 去填寫那個成果報告的登記 好,那總之 小班已經說了 就是今天就是有很多坑的地方 好,那重要的地方就是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那這裡邊就會連結到當期黑客松的共同 就是剛才小班說的這個hack folder 那hack folder裡面呢 就會有這個提案 你如果點左邊這個提案的話 就會看到今天所有的提案 跟他所附上的連結 或者是他的投影片 好,那 GMP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把人跟坑 然後用松這樣的方式連結起來 那 所以 所以我們就常常在舉辦大型的黑客松 所以大概兩個月會有一次 然後中間也有很多小的 好,那 但是其實這樣子呢 有時候其實還是蠻不夠的 就是有些事情做到一半都沒有做完 好,那所以我們從上 去年底開始就在籌劃做這個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 春季的時候我們已經 就是 就是 講助了7個專案 一共是給出了300萬的獎助金 那 在下一次的大衝 這是7月1號的時候 大部分的專案都會來這邊 跟大家報告目前的進度跟成果 那同時我們 也正在準備要 在秋季 秋季要準備launch 大概6月就會開始 正式的宣布說 這一次的 一些活動辦法之類的 好,那總之 就是 就是要跳坑嘛 那坑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找到屬於你的形狀坑 你做起來才會很適合 好 那所以在這個提案的這個表裡面呢 你會看到大家可以寫 你希望要爭取什麼樣的專長的人 因為可能你是一個 就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你 大概稍微想像了你想要做出來的東西 可是你需要有人把真實寫出來 那就可以用這樣 上次去寫 好,那外面有智能貼紙 所以你可以把它貼在你的名牌上面 那 所以比較害羞的人 遠遠就會看到說 哦,你是那個剛才說會做什麼設計的人 那提案其實蠻 呃 是蠻有意見的 那 呃 因為已經大概辦了 呃 天啊,四年的黑客手 是嗎 五千塊 對 四年 所以我們慢慢可以逐漸看到就是說 呃 就是有一些提案它很容易可以成功 那 有一些提案可能想像的就是很棒 可是最後可能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所以 我們再分析一下大概就是說 提案的人可能他必須非常清楚的定義問題 好 然後 而且提出初步的構想 最好是把事情拆解開來 說 欸,這個其實有這個 呃 就是三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把它切開來分開做 好 那 希望 什麼樣的人來幫忙 那就是人力的需求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最後 大家為什麼要來幫忙這個專案 是因為它的成果是開放的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繼續去使用 或是它目的稍微有點不一樣 可是也可以把它拿去用 這樣子就會更多人希望來幫忙你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呃 呃 在拘命黑客中歡迎大家做各種專案 但是如果你想要宣稱你的專案 是一個 拘命專案的話 你必須是一個開放授權 讓所有人都可以繼續去使用這個專案 不管它的目的 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會看到提案表上面會有一個 蘭位是這個專案的授權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這個issue的話 待會也可以找 呃 穿黃沛心的人問 哈哈 好 那所以 呃 但是提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必須在三分鐘之內告訴大家 你要做什麼 然後你為什麼需要人家來幫忙你 好 那所以有一些大概小命學就是說 呃 有些人會來這邊覺得 欸拘命是一個這個外包單位說 欸你們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 其實並不是 因為所有人都是參與者 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就是想要做什麼了 然後我現在缺什麼人 我還是要做 不管怎麼樣 我用笨方法還是要做 但是如果有人 突然會一招很利害的 可能就能把這件事情變得很快 好 那所以通常是 呃 我們希望越明確越好 因為很多人是 大概可能 有些人是 呃 就是可能兩個月大的時候會來一次 就是貢獻自己一整天的時間 那有些人可能長期 花更多時間投入 那在不同的參與程度 你希望把這些人的成果 都可以累積起來 能夠 呃 讓專案更完整的話 就是需要 讓大家把坑切得清楚 好 總之單位呢 就是三分鐘提案 然後就是主隊hack 然後傍晚的時候 是五分鐘發表成果 好 那今天是第一次來的 可以舉個手嗎 喔 高達七成 有嗎 好 那所以呃 第一次參與黑客中 呃就上手 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 過去有很多的這個 refine的過程喔 包括這個新手教學 然後希望能夠給大家更 呃 就是不要來這邊覺得 好像很難融入喔 其實希望有很多的指引 讓大家覺得 欸好像還是可以找事做 好 好 那所以 那我們今天會有很多的坑主喔 那所以在這個茫茫圓牌裡面 我們就需要 你能夠辨識誰是坑主 所以你待會提案完之後呢 你就會拿到一個這個坑主的避章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就是如果 這邊有很多查理布朗 你就會找不到皮卡丘在哪裡 你第二就在 你第二就在 對 對 但他如果有這個第一張 你就立刻就可以找到他 那就是 對 待會聽到有趣的提案 你就可以很快 呃就是你這個 早上講的那個什麼 我想要跟你再多交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這個桌牌 就是 等你報告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一個桌牌 然後在你喜歡的桌子 到時候去 就是把牌子放在上面 但路過的人就可以知道 你們在這邊忙什麼 好 那 在這個社群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非常的包容 那所以我們希望 呃 來這邊的人可能他有不同的理念 但是可以尊重所有的參與者 那詳細的這個語彙守則 跟參加請 可以看到這個 今天的控筆上面也有連結 好 然後這個名牌很重要 因為大家要知道你是誰 然後 那如果看到這個 茫然的人呢 你可以 有一招就是把他帶去食物旁邊 因為食物旁邊 就可以開始閒聊 比較容易 對不對 好那再一次提醒大家 他這個 等一下會有很多食物 但是會議室裡面禁止飲食 好 所以請在外面食用食物 那如果看到有人 就是可能 剛剛沒有聽到 大家走進來 再吃東西的話 你提醒他 請在外面飲食 好很重要的說 還要再說一次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這個 垃圾分類 因為我們食物很多 飲料很多 那 新鮮東汁有請大家自己帶餐具 有帶餐具的舉手 喔喔喔 高達三層 太厲害了 好 那所以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所有人都帶餐具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這個紙 垃圾 所以請大家到時候 在這邊把它疊好 好 那 最近有新貼紙 可是好像今天沒有帶來 對不對 有嗎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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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待會外面也有新貼 那這個Power by G0D 其實是這個CVTEC Brand 就是剛才講的空命特技獎助金 希望 讓這個使用 受到這個獎助金的專案呢 就可以使用這個Power by G0D 這個Logo來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使用 那現金捐款很歡迎 那網路上捐款也很歡迎 我們有這個 揪鬆團跟這個 開放文化基金會 共同的這個 每約600元的這個 大宗任養 因為大宗一次的經費 差不多是2萬塊左右 好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目擊 那時候說 50人 對不對 好像已經快滿了 現在是40左右吧 那 那外面也有這個咖啡包 那是由這個 研發科贊助的 好 那所以你可以拿咖啡包 然後捐錢 或是不捐錢 就直接去煮咖啡 都可以 好 那幾個重要連結 在GiniMe Select上面 如果你想要 參加這個揪鬆團 也就是說 想要幫忙 協辦大宗啊 舉辦 很多的這個社群的朋友 都是 自己來幫忙的 那我們這個討論 就是 一進到 slack裡面 預設會在general 那所以揪鬆就是在討論說 舉辦大宗這些事情 好 那 那 那今天 非常感謝小班 新手教學 然後 中後賽就是 處理很多甜點 跟這個點心的 小草跟Joanna 然後 早上來報到 萍萍跟夫米 還有阿天 還有小謝也來幫忙 對 然後今天的錄影是 馬克炮跟雨萍 小四沒有來 好 然後下午會有 導遊團也是小班 好 那這個 劇力命大黑客送是由 劇力命救送團來籌備 那所以 希望大家今天 這個 hacking愉快 那 最後就是 要離開的時候 這個警神要回收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來提案囉 那 我們就按照現在登記的順序 原本還沒有辦法找到那個 呃 就是 呃 就是今天的那個提案 提案表 如果還沒有辦法找到的話 可以 上hack.g0b.tw 然後 連到當起黑客收控 那第一位好像是 那個 白色恐怖 然後 呃 有人 有 有 你 有